老婆在晚上总有特殊的癖好 我必须戴着眼罩 必须在她规定的时间内解决 必须由她进行羞辱等 结婚青年 每次履行夫妻义务时 老婆都不看我 她嫌弃我 长得不像她月光 取月技术也差 在她的逼迫下 我被安排一次又一次的整容手术 除了脸 还有其他地方 直到她的白月光回国 她无比嫌我的接近 你看看你浑身科技的样子 简直让人恶心 假货永远比不上真品 白月光讨厌我这张和她相像的脸 老婆又强迫我整回原本的样子 这次 我死在了手术台上 她却又开始疯狂寻找 长得像我的替身 柳如烟在晚上总是有特殊的癖好 我必须戴着眼罩 必须在她规定的时间内解决 必须由她进行羞辱等 我想 爱她就要爱她的全部 尽管我不喜欢这些 却也还是一一配合 直到那晚 她强迫着我用玩具对她电击 她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是从前从来没有过的 我着急解开眼罩去看 如烟 你没事吧 彼时 她正双眼迷离 满脸享受 别玩拖了 你这样我害怕 她被我的声音刺激到了 冷冷地弯着我 眼神中全然没有刚才的刺激满足 只是一点药而已 不然我都下不去手 她抹了磨嘴角的白沫 弦恶地踹着我的下身 你看看自己 长得那么恶心 声音又难听 技术也不行 我不做点措施 都会吐得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头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一向不觉得自己差的 不说是最顶尖的 但至少是潜力的水平 老公 柳如烟从背后抱住我 我联系了最好的整形医生 你把各方面都弄弄 就当是我 求你了嘛 我一个大男人 实在受不了这陷 可我没办法 我知道柳如烟的手段 表面上她是 规规矩矩的商界女强人 其实私下里 她黑白通吃 我要是敢为逆她的话 我倒是无所谓 我的父母家人 只怕不得安生 一轮又一轮的整形手术下来 我大变了模样 真丑啊 底子差的人 再怎么努力都不行的 她又解开我的裤带看了看 嗯 这样还不错 老公 你果然是真心爱我的 结婚这么久 她几乎从不主动抱着我 这次很难得 但我却下意识地躲开了 这个可怕的女人 夜晚 她终于允许我不再戴眼罩 我还没恢复好柳如烟 仿佛没有听到一样 主动控制一切 不对 怎么整形之后 感觉还不如从前 杨红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无奈笑笑 本来后装的 就是不如天生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多差 是你要求太多 她尖叫着 又给我预约了整形医生 我并没有拒绝的权力 老公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这次的手术 格外漫长 足足经历了一天一夜 她说好了来接我的 可等麻药苏醒之后 她只是让我自己走回来 忍受着全身的疼痛 好不容易走到家 别墅的大门却紧闭 我努力敲了很久 终于因体力不支而晕倒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勉强恢复了一点意识 季阳 你终于回来了 你别吃醋 你没看见吗 我之所以选择杨红 只是因为 她长得和你有点像而已 我实在是没法忘了你 这才找提身的杨红 不过是我的一条狗而已 你要是吃醋 我可以不再碰她的 我是她的一条狗 这话 柳如烟结婚的时候 也对我说过 彼时的她 笑意盈盈 我只是当她爱开玩笑 那时候的我和她 算是一见钟情 她清纯却戴着私里酬绪的双眼 让我隐约觉得在哪里见过 而她看见我的那一刻 直接就扑了过来 别丢下我二 她大哭 奋力地拿拳头捶着我 过后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失恋喝醉了 认错人了 加个微信 弄脏的衣服以后还你 原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乌龙 没想到从那之后 她开始对我进行了猛烈的追求 我逃了几年没找到的绝版书 她能随便送我一箱 我喜欢滑雪 却发现滑雪场的老板是她 就连我去国外滑雪 也能在飞机上偶遇她 我那时以为 这就是缘分 后来我特么才知道 那只是女大佬的手段 婚前 我不是没对她调查过 家世清白 情感简单 工作体面 你只是我的一条狗而已 为了得到略微看得上眼的宠物 演演戏也没所谓 现在到手了 我当然没必要装恋爱的时候 她跟我讲述过她被抛弃的情史 一个工作普通 家境不太好的女生 被暗恋多年的男生骗了胆情 春风一度后 却又被狠狠抛弃 我很心疼 我还跟她说 别怕 以后我只会将你捧在手心里 她浅浅地在我脸上啄了一下 杨哥 我信你 要是我以后再碰到那个渣男 我肯定把她碎尸万段 娇憨戴泪的表情 真的让人心疼极了 结婚之后 她也不大称呼我的名字 总是杨哥 阿杨地叫着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她的白月光 叫七级杨 我和她长得有气氛相似 只是她众多替代品中 稍微出挑些的而已 你不会真以为 我爱上你了吧 看看你那穷酸样 什么都不是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吗 我艰难地爬起床 看着依偎在七级杨怀里的柳如烟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一个靠别人光环活着的人 恶心死了七级杨 袖着柳如烟的头发 满脸痴迷与感动 如烟 想不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可是 你现在把她整得 几乎和我一样啊 我觉得有点隔应柳如烟笑笑 是了 现在你回来 她这满脸科技 是侮辱了你 她大手一挥 杨红 你不是一直喜欢 你本来的样子吗 那你就整回来吧 我浑身上下 动了无数次刀子 那种千刀万剐的痛苦 我不想再承受第二遍了 可是 我看着自己现在这张 和七级杨近乎一样的脸 确实恶心 如果能回到本来的样子 再跟柳如烟彻底断了 也挺好 可惜 我再也回不到本来的样子了 由于过量的麻药 外加我心气欲结 又发了突发性心脏病 我死在了手术台上 我的灵魂飘浮在空中 静静地看着医护 为我盖上白布 将我推入了太平间 我想 我终于解脱了吧 只是 我有点不放心我的父母 忘不掉从前的几个朋友 我想再去看一眼父母亲人 却发现自己的灵魂 不受控制地 被绑定回了柳如烟身边 命运真是弄人 我连死了都没法安生 主卧里 满地衣服 柳如烟和七级羊正赤裸相对 柳如烟拿出一件 颇有情趣的衣服 想让七级羊换上 却遭到了七级羊的拒绝 如烟 你不是爱我吗 为什么要强迫我 做不喜欢的事情呢 散言两语 一向强势的柳如烟 竟然被七级羊 轰得调转了身份 成了被操控的那个 他跪在七级羊面前 尽心尽力地给七级羊服务 想起我和柳如烟的过往 我只觉得胸口疼 尽管我现在早已经没了肉身 你不是爱我吗 爱我就要尊重 我所有的爱好啊 阿阳 我本来就是个骄傲的人 能接纳你 你应该高兴 其实我做这些的时候 心里很抵触 可我是真的不忍心 在让柳如烟受伤 不愿意强迫他 改变自己的爱好 原来 柳如烟的标准 如此灵活 三 阿阳 太好了 我终于盼到你了 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柳如烟依偎在七级羊怀里 越发沉沦 称呼也逐渐从阿阳 亲爱的变成了老公主人 可我才是他正牌的老公 我可不是你老公呢 除非你跟那个替身离婚柳如烟居然脱口而出 不可能看见七级羊紧紧皱起的眉 柳如烟放缓语调解释 我们现在有孩子 而且杨红之前的工作体面 是个大学老师 他这种两道通吃的人 需要我这种身份的人帮他装点门面 再等等嘛 现在场上对加太多 等我掌控全局 肯定就把杨红踹走了 说完 两人又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 难舍难分 是真的难舍难分 临走前 我把家里住信的东西换成了强力浇水 柳如烟第一时间想要打120 却又被七级羊阻止 说这样太丢人了 他想了想 居然给了打了电话 医院那头的医护接了电话 柳如烟连猪炮一样的话骂了过去 杨红 你这个王八蛋 你有病吧 你干嘛把东西换了 我现在粘在七级羊身上了 你赶紧滚回来给我解决 不然我弄死你 那头的医护沉默了很久 几度插嘴都没成功 直到柳如烟骂累了 他才胆战心惊的回话 燕姐 那个杨先生他 手术过程中因为突发心脏病 已经去世了 我们一直联系您 可您却把杨先生的手机给屏蔽了 柳如烟愣了片刻 咒骂起来 有病 长本事了 给我来这套 少跟那个龟男一起演戏骗我 告诉杨红 他要是不肯回来 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最后 还是柳如烟的手下苏强 前来帮他解决了一切 私立医院的专属病房里 柳如烟一直在注视着手机 他屡次打开通讯录 点开我的头像 燕姐 是在等杨哥来电吗 可是 你和七先生胡说八道 他知道就知道 我还怕他吗 敢这么争我 看我不弄死他的 苏强低着头 面露为难 燕姐 杨哥他 已经死了 啪的一声 柳如烟一个巴掌 打在了苏强脸上 连你也被他收买了 你知不知道 你的主子是谁 苏强捂着脸 却还是从怀里 掏出一张照片 那是我现场的死状 我死的时候 皮肉已经被翻开 差一点 我就能以我本来的面目去死了 怎么会 柳如烟揉着脑袋 不顾身体的疼痛 跌跌撞撞跑到了医院太平间 四 可是 他并没有看见我的尸体 柳总 不是您让七先生 来将尸体领走的吗 有人给柳如烟 看了现场照片 确实是七纪扬 跟着殡仪馆的车 将我的尸体带走了 殡仪馆的冷柜旁 七纪扬 正捂着鼻子 站在我的尸体前端降 真恶心 靠着一张和我相像的脸 就想取代我 他阴冷笑着 随后掏出随身的小刀 包开了我脸上 没有动刀的完整的皮肤 这种贱人就算死 也得做个无怜鬼 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恨意 是从哪里来的 明明当初是他主动 抛弃了柳如烟 甚至我也是临死前 才知道他的存在 难道仅仅因为我 整成了他的样子吗 可这也不是我愿意的 此刻 七纪扬已经杀红了眼 他拿着刀子 在我尸体上肆意挥舞着 恨不得想要将我剁成肉酱 住手 柳如烟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 终于咆哮着出言阻止 他一把推开七纪扬 上前护住我的尸体 真的死了吗 他那个贱命 怎么那么容易就死了 我早已面目全非 他自然下意识认为我在骗他 可当他看到我右手上 带着的婚戒时 他终于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怎么真死了 杨红 你赶紧给我起来 我还没让你死呢 听见没 看到柳如烟哭 我还是忍不住下意识 去帮他擦眼泪 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扇了自己一巴掌 剑 他现在 有七纪扬陪着呢 为什么瞒着你自己 去处理他的尸体 为什么要毁尸 七纪扬捧着柳如烟的头 轻轻抚摸 如烟 你听我说 我是怕你伤心 为什么 柳如烟又开始咆哮起来 滚 你给我滚 他忽然挣扎起来 对着七纪扬拳打脚踢 我的葬礼办得很是草率 柳如烟只是略微伤心了几天 就好像彻底忘记了我一半 将葬礼全都丢给了七纪扬操 七纪扬虚情假意地挤出了几滴眼泪 口头上承诺会将我的后事给处理好 可实际上 他花了重金 雇了很多神棍 对我施行最恶毒的诅咒之术 只求我永不能超生 还好他请的人都是半吊子水平 对我并没有什么伤害 一开始 我只是觉得胸口闷闷的 灵魂有点变透明 可一天不到 我居然觉得浑身舒畅 灵魂好像更有劲了 我甚至还能短暂地脱离柳如烟 在我生前的别墅里四处走走 虽然接触限制的时间很有限 我跑到我生前的卧室 结婚后 我和柳如烟一直都是分房睡的 所以这里一直是冷冷清清的 只有一点点私人物品 要说这里我唯一珍惜的东西 就是床头那个陶土彩绘花瓶 那是我和柳如烟陷入热恋时 他亲手为我做的 花瓶里的鲜花已经凋零 七纪扬带着一众管家 走到了我房间里 满眼嫌弃 你们男主人就这么寒酸 看来如烟果然不喜欢他 把他的东西都给我扔了 七纪扬随意在屋里来回夺步走动 看到我床边的那个插着凋零玫瑰的花瓶 都臭了 真恶心他随手就将花瓶摔在了地上 四分五裂 不 我努力发出呐喊 可惜灵魂的声音 别人是听不到的 你干什么呢 柳如烟闯了进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我和他结婚以来 他第一次主动进我的房间 这么寒酸 你不是说他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我的钱吗 看着像个贫民窟 七级羊笑笑 男人不就是这样吗 花钱的地方都不在这些小东西上 没准他早就拿你的钱去潇洒了呢 如烟 人都死了 还是把他的东西都烧了 入土为安吧 再说了 这个房间应该是柳家男主人住的吧 我也好把我的东西放进来啊 柳如烟淡漠地环顾我的房间四周 算了 这房间就留着吧 我舍不得你碰这些 晦气 你以后 肯定是要和我一起睡主卧的 我心里止不住的酸涩 柳如烟说 他有洁癖 不习惯两个人一起睡 从来不肯让我在他的房间过夜的 原来 他不是有洁癖 只是嫌弃我 如烟 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七级羊挤出心性眼 深情地凝望着柳如烟 不到片刻 他的双手便开始在柳如烟身上游走 双唇在柳如烟的脸庞上啄着 管家们自觉退下 只留下他们两个望我翻腹 你们给我住手 滚 滚出我的房间 我不想让他们在我的床上 做那样的事情 况且床边还有 可我这个人 注定了生前死后都不会有人在意 他们依旧在翻滚着 我恨不得上前去踹七级羊 忽然 柳如烟停住了身上所有的动作 痴痴地凝望着空中 我居然看到 他眼底好像有一丝眼泪 呜 他们将战场转移到了柳如烟的房间 可事情还是没有进行下去 怎么不太对呢 柳如烟小声嘀咕着 随即穿起了衣服 蜷缩在大床的角落 声音冷冷 睡了或许是灵魂有些通感能力 我感觉到了他想说的话 怎么和杨红整的样子不一样 为什么没有那种感觉了呢 七级羊温柔依旧 缓缓从背后抱住了柳如烟 柳如烟却下意识地将他推开 咆哮着将他推下了床 这反应 倒是和他从前对我的嫌弃别无二致 不好意思 可能是杨红阴魂不散 有点难受 睡了七级羊盯着略微星红的双眼 语气就像是电视剧里的小奶狗一样委屈 没关系的 我等你 其实柳如烟一整晚都没睡 半夜 七级羊甚至都打起了呼噜 柳如烟辗转反侧 更是烦躁 他开始在别墅里闲逛 不知道怎么 就逛到了我的卧室里 我以为他不过三秒就会走开 没想到他竟然躺在了我的床上 温柔轻缓地抚摸着我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 床头柜里 藏着这么多年来 他打发给我的零花钱 我一分梅花 每笔都记了账 存到了存折里 他还翻到了我藏在床边缝隙里的日记本 今天我在路边遇到了一个姑娘 她躲在我怀里哭 有点可怜 今天那个姑娘来找我了 其实她挺热情的 看着就有朝气 我一看见她 心情都会好 今天柳如烟跟我表白了 虽然她也明说了 可能并不会真的喜欢上我 但我还是高兴的 我相信 只要用时间 一定能感化她 原来柳如烟是这样的柳如烟 从那之后 我几乎不怎么写日记了 柳如烟很快翻到了日记的最后一页 最近心慌 总觉得大险将至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所有的感情也都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 柳如烟 我真的有点后悔遇到你 真遗憾 我好像辜负了和一个姑娘的约定 虽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我曾经答应过她 会好好活着 以后再见面会保护她 可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她了 其实那个姑娘在我心里 并不算是多刻骨铭心 只是临终前灵光一闪 想到了少年时候的最初的那一点点悸动 高中的时候 有个学妹被霸凌 一向懦弱本分的我 第一次勇敢了一回 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好歹让那个学妹免受欺辱 学妹哭着说她连累了我 我只是笑笑 都怪我没啥本事 保护不了你 为了怕她难过 我还故意扮了个鬼脸 学妹也被我逗笑了 年少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歪心思 所以哪怕我们有过敏的交情 也没特意交换过彼此的信息 只是偶尔操场上的偶遇 点头微笑 就在心里浅浅地留下了一点种子 后来 我毕业了 便也和那个学妹没有了联系 柳如烟颤抖着读完日记 成片的泪珠大颗大颗落下 将上面的墨迹运染 苏 强 帮我查一下杨红的资料 苏强不到半个小时 就发来了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资料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来回翻看着 怎么会 怎么会是你 居然是杨红的羊 不是七级羊的羊 她奋力地拍打着自己的头部 仿佛在回忆着些什么 通感能力再次发挥作用 我好像看到了她的记忆 原来 我们的渊源早在那时就开始了 至于柳如烟对七级羊的爱恋与痴缠 也多半来源于她认错了人 多么可笑 六 柳如烟略显恐怖的哭笑声 在我耳畔飘荡了许久 阿阳 哦 不 阿红对不起 原来是你 我真蠢 居然这么对曾经的恩人 她开始疯狂地打自己的巴掌 我下意识地去阻止她 心里居然还有点心疼 不是为她 是为我自己 当鬼还这么做舔狗 她扇了一通 开始躺在我的床上独自翻滚 床头柜里有我的一张大头照 是某一次我和柳如烟一起逛商场 随便拍的 她就拿着那张照片 肆意亲吻起来 亲吻的声音逐渐化为欲望的声音 她独自用手安抚着她躁动的灵魂 她比以往之前每次都要投入享受 阿红 我终于把我自己给你了荒唐 可笑 柳如烟 你的爱 不觉得来得太吃了些吗 柳如烟声音的声音放缓 双目忽然在空中一顿 我再一次觉得内心刺痛不安 难道她能看到我 能听到我说的话 这个念头只是在心里稍微一晃 就被我给打消了 因为柳如烟又继续自顾自安慰 柳如烟在我房间睡了一整晚 第二天醒来 七纪扬就坐在床前含笑盯着她 如烟 是我睡相不好吗 你怎么自己出来睡了 你又想杨红那个贱人了吗 七纪扬下意识就想往柳如烟身上凑 却被柳如烟一把甩开 别碰我 我是 我是说 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看见七纪扬不高兴 柳如烟伸出手轻轻安抚 阿扬 你是最善解人意的 想想当初 我在学校被人欺负 都是你救的我 那是应该的 当时你那么可怜 我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现在好了 你已经成为了大佬 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你还记得我当初挨打时候 穿的是什么衣服吗 不就是校服吗 七纪扬明显慌张起来 还跟我撒谎 柳如烟拍拍手 立马有七八个保镖上前 将七纪扬纷围住 根本就不是你 根本就不是你 骗子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骗我 柳如烟是个爱憎分明的女人 爱的时候可以受任何委屈 一旦不爱 只会用无比残酷的手段 将人折磨到死 把她送去医院 不是喜欢装别人吗 给我装个够 十三 七纪扬如我当初的遭遇一样 被强迫实行了 一次又一次的整形手术 她浑身上下 几乎都被动了个遍 术前做方案 柳如烟全程参与讨论 力求精确到七纪扬身体的每一寸 必须要还原成杨红的样子 你不是喜欢冒充杨红吗 从今往后 你就只能做杨红为了保证效果 柳如烟甚至下令 七纪扬不可以用麻药 七纪扬疼得撕心裂肺 极力想要反抗 可是她整个人都被死死地固定在手术台上 一动都不能 这是对你的惩罚 手术进行 柳如烟就坐在一边修复着那个被七纪扬打碎的花瓶 杨红 我马上就能见到你了 你别急 我给报仇了 你马上就能回来了 她颤抖着修复花瓶 只是花瓶碎线满地 她当初根本没有收集权 现在怎么拼 都差了点 有眼泪滑落到花瓶上 更是将拼接花瓶的胶水给溶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七纪扬手术结束 柳如烟满心期待地亲手揭开纱布 可当目睹到七纪扬心面孔的时候 她还是忍不住惊叫出声 本来 我和七纪扬还有几分相像 现在七纪扬反而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了 就连身体上的痕迹 也和我没有多少相像 柳如烟不愿意再多看第二眼 手一挥 就又让七纪扬继续做手术 做到像为止 阿红 阿红 再等等 再等等 一定有办法的七 燕姐 已经查到了苏强拿着一个右盘 上面是我死在手术台上那些天七纪扬行踪的监控 以及整形医院麻醉师的口供 是 是七先生 故意买通麻醉师 将麻药的量调整 导致杨先生手术出事故的柳如烟浏览着那些画面 整个人实话了很久 还有 七先生当初不告而别出国 也不是因为身患绝症 只是他们家破产 他出国躲债 而这次回国 则是因为他在国外惹到了当地大牢 他接近您 也是为了 燕姐 要处理了七先生吗 不柳如烟紧握拳头 用力到手上清筋抱起 七纪扬第二次手术 倒是有点效果 只是连续两次全身手术 他的身体很是脆弱 脆弱到稍微一碰 他薄薄的皮肤就会渗出血来 可柳如烟还是强迫着七纪扬 穿上我从前爱穿的衣服 命令他学习着我的神态语调 说话做事 从前他不肯跟我做的 此刻也都将情意 尽情发泄到了七纪扬身上 如烟 求你 求你 我错了 饶了我把一番折腾下来 七纪扬浑身的皮肤 都被柳如烟掐得渗出血来 原本我喜欢的白色衬衣 也都被染成了血色 阿红 你不喜欢吗 阿红 你怎么哭了呢 柳如烟上前 仔细端详着七纪扬 如烟 我不是扬红 我错了 我不该冒充扬红的 胡说 柳如烟紧紧地掐住七纪扬的脖子 你怎么不是扬红 你就是扬红 其实我不是没想过 七纪扬被柳如烟看穿真面目后 被抛弃的悲惨模样 只是亲眼见到了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解气 血淋淋的一幕 反而让我回想起了 从前被柳如烟折磨的日子 我驱动灵魂 暂时逃离开柳如烟身边 大别墅里 七纪扬的惨叫声 飘荡得到处都是 里面的庸人纷纷低下了头 却又忍不住交头接耳 忽然 凄厉的叫声戛然而止 庸人们纷纷去看 却被柳如烟赶了出来 卧室里 满地的血 柳如烟双手上 也满是血污 他就如发疯一般举着刀 连续不断地去戳七纪扬 都怪你 贱人 敢杀我 你给我去死 你害得我的杨红不能往生 他的双眼心红 手上飞速到几乎出了残影 他的行动 疯狂而理智 刀刀往七纪扬要害出头 却避开了脸庞与四肢 很快 他的助理苏强匆忙赶来 快 把尸体送到医院 让医生重新整一下 十七 医院里 几个整形医生 紧张地忙碌着 别弄坏脸 别弄坏要紧的 走廊里 柳如烟扯着脖子 焦急嘱咐 他身边是一堆神棍 手里拿着各色乱七八糟的东西 跳来跳去 像是招魂 大师 真的能把阿红给招回来吗 所谓的大师点点头 又是一阵倒顾 可笑 人死了就死了 哪里还能招魂回来呢 更何况 就算能招魂 我也不屑于一辈子都用别人的尸体 更何况 还是个导致我半生悲剧的罪魁祸首的尸体 喂 柳如烟 别傻了 这些人就是骗子 他们还被七级阳买通过 想让我不能超生呢 我这不是还好好的 柳如烟听不见 依旧在双手合十念经祈福 就在我嘲笑那些神棍一点用都没有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 自己的灵魂开始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吸引了过去 一点一点的靠近了七级阳的身体 可我真的不想 如果真的让我强行占据七级阳的身体 让我再次回到柳如烟身边 我只会觉得恶心 柳如烟 我不会如你所愿的 我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我宁愿魂飞魂魂魄散 我也绝对不会再回到你身边 我知道你能听见 别装死 果然 柳如烟一愣 我奋力地撕扯着自己近乎透明的灵魂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痛感 我亲眼看见自己的灵魂碎片到处散落 柳如烟也迟迟地望着我的方向 焦急不安 助手 你们都出去吧 他是能看见我的 也能听见我说的话 之前 之前只是偶尔 我一直以为是我思念成疾触幻想了 今天 我居然全都能看见了 阿红 太好了 柳如烟笑得大声 飞奔过来想要拥抱我 可是我的灵魂早已不属于现实世界 它生生穿过了我的灵魂 又让我多了几块裂片 没用的 柳如烟 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我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失去的人和失去的心 永远补不回来的 就算你强行 也不会持久 如果你想让我生生世世都恨你 你或许可以一世 不 柳如烟又在空气中胡乱抓着 可他没抓一下 我的灵魂就会掉落一点碎线 阿红 我是爱你的 我只是被那个贱人蒙蔽了而已 可是 我不爱你了 柳如烟 你爱的 只是你自己 你只是爱那个你想象中的人 实际上 无论是我还是七级羊 都无法做到完全符合你心里的期望 说完 我感觉到我的灵魂一阵轻松 我可以彻底地离开柳如烟身边 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同时 我的灵魂也开始慢慢地变得透明起来 柳如烟还在固执地趴在原地疯狂大叫 命令手下的神棍继续招魂 阿红 你在哪里啊 我怎么看不见你了呢 求求你 再回来看我一眼好不好 最终 是警方的人阻止了这乌烟瘴气的一切 带头冲进来的人 是苏强 苏强指证了柳如烟杀人的事实 又供出了他这么多年 参与黑道手脚不干净的证据 柳如烟很快就被带走了 只是临走前 他还强烈要求与七级羊的尸体告别 他俯下身 深情地亲吻着七级羊的额头 念叨的却还是我的名字 为什么 为什么 柳如烟即使被警方靠住双手 却还不忘蹬腿朝着苏强踹去 因为 你做的本来就是犯法的事情 因为 你不珍惜该珍惜的人啊 杨红哥 苏强流下了两行眼泪 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警局 听着苏强自首的供词 这才勉强回忆起来 他为何对我那么感激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 更无关男女之情 他刚在柳如烟身边做事时 难免出错 他又无意间撞见了柳如烟 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 柳如烟本想杀他灭口 是我求了柳如烟给他一个机会 那只是随手一做 我都忘了 他却放在了心上 记了这么多年 杨红哥真的是个 很好很好的人 苏强趴在桌子上泣不成声 这么些年 我也帮着刘总做了不少事情 虽然不是主谋 但是见违法而不制止 也是包庇帮凶 今天这样 是我应得的下场 是啊 我也是报应 最终 柳如烟全都招供了 参与黑社会 杀人放火 偷税漏税 贪污受贿 种种罪名加起来 就算他主动坦白 最后也只能落得个死刑的下场 看守所里 他甚至还遇到了不少从前的故人 有被他亲手送进监狱的西域下属 也有阴家破人亡不得不违法乱纪被送进来的 更有曾经因为想要刺杀他而不成落入淋雨的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从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刘总 如今是监狱里最低等的阶下球 每天的暴打唾骂冷暴力 是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的一点点发泄而已 每次被打 他都那么无助地抱头蜷缩在角落里 就如同当年他被霸凌那样 可是 这一次 没有我出手帮他了 尽管他还小声念叨着我的名字 阿红 你还在的 是吗 其实我知道 你永远不会原谅我了 我并没有回应 只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重重点头 柳如烟被执行枪决那天 我跟着他去了刑场 没有恐惧与退缩 他的脸上反而挂着淡淡的笑容 阿红 我终于可以来找你了 枪声蹦出 他的身体倒地 只有嘴角还挂着略显诡异的笑容 他的灵魂飘散出来 想要努力追赶我 却怎么都搜寻不见 还好 我们再也不会相见 永永远远 全文完